再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头条一样也都是 在经历了波折之后 国立故宫国保长 昨天在日本正式开幕 而自由时报则是报导 针对香港在7月1号大游行之后 可能会展开占领中环行动 香港警方预先部署准备 而了解完了三大报的头条 再来看到12年国教第一次免试入学 昨天报道 各区的明星学校跟社区高中的报道率都很高 但指标性的社区型高中 报道率比较低 大约只有五成左右 呈现了M型化的趋势 第一次免试入学报道作业 在九点才开始 大批学生和家长已经提早抵达建宗活动中心 原来是因为报道只有两小时 你没报道你就等于事同放弃 那那是很严重的事情 建宗免试录取两百七十七位学生 却有一位私校学生选择直升没报道 报道率百分之九十九点六 至于北一女报道率百分百 附中九成中山也有八成六 不过成功景美中正松山和大直报道率较低 落在六成四到四成 华江 玉城 南湖与阳明这类社区高中 报道率落在七到八成 出现M型化的状况 尤其今天有两个5A++的孩子 在8点45就来 因为他们都有接到我的电话 他们这么早来的原因是要告诉我说 校长我来了 华江是自己的第一个志愿吗 八成的报道率让华江校长暂时放下心中大石 只不过有家长说要不要念还有变书 教育部二十四号将公布各校报道人数 学生如果要参加特招或二免 得在二十五号中午之前放弃 接着二十六号公告放弃人数 并在三十号公告各校第二次免试的所有名额 记者林小慧 陈昌伟 台北报道 skateboard 就像来詞一样 一下能 reluct